我们再来看第一批282位来台湾自由行的大陆客 对台湾显得熟门熟路 行程的安排又丰富又高档 让外界对他们的背景很好奇 而公事记者今天碰到了5位从台中入境的大陆客 原来他们正是对岸旅行社的员工 这一次除了来玩还要负责彩线 回去以后帮客人规划建议行程 走进石岗果园采果 有机输果让这群自由行中国观光客玩得很开心 接着来到台中石岗的古仓 参观台湾的农村特色 让他们感受到更深的是亲切的人情味 手批来台的282位自由行路客中 有5位不安全是为了观光 他们是来自厦门建华旅行社的员工 这家旅行社在当地颇具规模 奖励员工旅游兼采线 作为日后规划自由行的参考 去了那个龙家乐 就觉得说台湾的小朋友很幸福 因为可以吃到一些有机的东西 你们著名的景点要到 我们只能告诉他 我觉得什么东西好玩 然后让他们去选择 四天三夜的访台行程 第一夜他们选择住台中 走的是旅行团不会去的博物馆 这类冷门路线 今天下午一行人又赶搭高铁上台北 团客常去的地方他们不爱 第一批自由行的路客 受到台湾各界热烈的欢迎 第二批何时来恐怕得等上 至少一个礼拜 那个大陆通行证要几天 那之前是配合首发 所以多转成两天 这个送件的话 我们两天就可以审核好 所以现在问题不是处在我们 是他们那边没有人送进过 六日把首批自由行路客 人数只有每天规定上线500人的 一半多一点 有人形容这是连岸赶出来的成效 但仔细观察 首发的自由行路客 素质高消费力强 很多都有丰富出国经验 但接下来的路客呢 旅行公会指出 等一切上轨道后 路客自由行商机绝对很大 我看到也有些业者来考察自由行 因为过去没有嘛 过去都是团进团出嘛 但我想过了两个月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就会慢慢的变好 如果是四天三夜的台湾自由行 平均每名路客花费 在两万元台币上下 这样去香港韩国差不多 对路客而言 台湾自由行的旅游方式 真正的吸引力 不一定是好山好水 而是在人文特色 便捷的大众运输系统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记者文庄赖世杰台中报道 这些自由行的大陆客 去的地方真的跟团客很不一样 今天还有人来到新北市的法谷山 体验跟对岸完全不一样的宗教文化 顶着小平头穿着鲜红色波罗衫 轻松的游客打扮 他是厦门国际旅行社的副总 洪永进 赶上第一批自由行来台湾 不只是来观光 到茶馆喝茶 他比别人还要忙 喝台湾茶 吃台湾水果 还特别叫了一碗面来尝尝 这些都是他考察的重点 因为看准路客自由行商机 他准备要和台湾业者合作 推出套装行程 陆客自由行第二天 原本团客不常造访的法谷山 也出现陆客踪影 陆客除了参观道场也对商品部成立的书籍相当有兴趣 来自厦门的王小姐 就买了一本心经手抄本要给儿子 而强调环保不烧香的法谷山道场 也让陆客们印象很深刻 陆客说没有既定行程的限制 让他们可以更深入感受台湾各个面向的文化 而即使到了热门景点 像是北海岸的野柳 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参观拍照 不过因应陆客自由行之后 没有导游或是领队的约束 不少风景区也都表示 为加强巡逻人员劝导提醒 也会增设西烟区 希望维护景点的整洁与秩序 记者薛家丁志杰SNG小组台报道